機車騎士騎過 民眾仔細看 狙擊民眾忍不住大喊 因為機車騎士的造型 是日本知名動畫機動戰士 鋼彈 常出現在高雄街頭 平日是街單外送員 陳先生常以一身鋼彈裝扮現身 外送時穿在身上 或是搭捷運自拍留下紀念 四處趴趴走 民眾看到忙著拍照 有這個疑問 全身鋼彈裝扮使用鋪地板的軟墊 花了十幾天做成 一到晚上鋼彈設備燈泡還會發光 把變裝當成興趣和外送特色 扮裝的作品 包括動畫福音戰士出號機 每次出動 從頭到腳細節完整 不過扮成鋼彈騎車上路的影片曝光 警方要查 陳先生每完成一個作品 就會穿出去亮相 變身鋼彈騎機車 讓路人多看一眼 變裝之餘 安全帽是否符合規定 成了警方關注焦點 三星有黃金中歐玉文 高雄毛大